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9月14日,娱乐圈突传噩耗 台湾资深演员龙少华在傍晚6时突然晕倒 当场被发现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后抢救无效,孝年68岁 据警方获悉,龙少华近日在高雄拍摄晚8点电视剧 彼时正在酒店套房休息 套房门锁未遭到外力破坏 现场不存在打斗痕迹,无外力因素介入 初步判断是促使 龙少华生前没有退休打算 一直接拍电视剧和节目 今年7月还接种疫苗 身形虽然消瘦,但状态不错 曾表示因为身体有晕眩不适的状况 才拖到7月打疫苗 期间还特地去咨询医生 节目制片人,好校组受访表示 龙少华没有助理随行 去世当天没有西药拍 龙哥经纪人打电话找不到人 就请我们这边的助理去饭店找人 助理按电铃无人回应 就取备用钥匙打开门 就发现他已昏迷不醒 经纪人表示 当晚龙少华约了朋友吃饭 被发现时坐在沙发上已经断气 龙少华曾在14日下午跟酒店前台沟通 表示心脏出现不适 前台建议他去看医生 但龙少华最后又说没事并未就医 错过了挽救生命的最佳时间 据悉,随着年岁渐长 龙少华的身体早已亮起红灯 11年前,龙少华就确诊糖尿病 患病期间,他并未好好控制 任由病情发展 直到去年5月才就医 当时测得糖化血色素高达13% 专家表示 糖尿病如果没控制好 容易诱发心肌梗塞,心肌病变 冠状动脉周化硬化症 周边动脉阻塞性疾病 心内膜炎,心房颤动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 不可忽视的糖尿病及疾病发病 现在世界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多不胜数 特别是老人 每10人就有5个患有类似的疾病 糖尿病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平时没有特别明显的病症 所以一般会被忽视的 但是一旦发病就会引起器官被糖化 导致器官衰竭,随时未及性命 糖尿病虽不至于立刻致命 但其所产生的慢性并发症不容小觑 许多糖尿透过药物控制血糖 却为一并控制肥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 使得供病可能性增加 根据CDC统计 心脏病是国人第二号杀手 如再加上脑中风、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病等血管性疾病 大幅超过头号杀手癌症每年夺走的性命 中国糖尿病年鉴数据显示 有五成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最终死于心血管疾病 第二型糖尿病在十年内发生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 是一般人的2到4倍 引发心脏疾病死亡风险是一般人的3.4倍 同时更比一般人增加三倍中风几率 显而易见糖尿病及其供病危险性不容忽视 糖尿病在心脏血管系统的伤害 主要来自大血管病变 主要的致病基转于慢性动脉周状硬化 相关危险因子除高血糖外 还包括血脂异常、高血压、吸烟、肥胖等 这些信号可千万要注意了 一、来自眼睛的信号 当糖尿病人视力下降或是眼前出现黑影时 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是年老眼花 这很可能是长期高血糖引起视网膜病变或白内障所致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排除糖尿病掩病 二、来自口腔的信号 糖尿病患者出现牙齦萎缩或肿痛、牙周感染、牙草骨吸收、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等 这些都与长期高血糖导致血管及神经病变 钙质流失、免疫力下降、激发感染有关 因此当糖尿病患者出现上述症状时 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早处理 三、来自皮肤的信号 长期高血糖可引起全身皮肤及外阴搔痒、皮肤真菌感染 如首选、足选、骨选、甲选等 毛囊炎、接拥、糖尿病性、水泡病等皮肤病变 而且往往非常顽固、久治不遇 当糖尿病人出现上述情况时 要想到这可能是糖尿病、皮肤病变 四、来自香化道的信号 当糖尿病人出现上腹部保障、顽固性便秘 或是出现顽固性腹泻 但又不半有发热、腹痛及浓血便 这很可能是长期高血糖 损害胃肠道植物神经 导致胃肠道功能紊乱所致 五、来自肾脏的信号 在糖尿病肾病早期 患者多无明显自觉症状 少数患者可有尿泡沫多或液尿增加 最有诊断价值的是 尿微量白蛋白排泄增加 但普通尿常规检查则完全正常 所以定期尿微量蛋白检测 有助于发现早期糖尿病肾病 六、来自心血管的信号 正常人往往活动时 心跳比休息时快 白天比夜间快 而某些糖尿病人则表现为 休息状态下心跳过快 并且白天与夜间的心率变化不大 此外 还有些病人表现为体位性低血压 即病人从卧位或吨位起立时 常伴有血压下降 头晕、心慌、眼前发黑 严重时会出现晕觉 所有这些都是心脏植物神经受累的表现 三大方向有效控制糖尿病 只是日常生活的饮食当中 大家可能不知不觉吃下大量糖类 该怎么避免糖尿病 其实 从这几个方向进行 做好饮食 体重控制 再搭配有氧运动 糖尿病发生率是可以有效降低的 饮食控制 低GI饮食 慢食 总量控制 GI值是生糖指数 用于衡量碳水化合物对血糖量的影响 简单来说 GI值越高 越容易使血糖快速上升 越精致的淀粉类食物 如白米饭 面包 白面 生糖指数越高 会使血糖浓度快速上升 造成血糖不稳定 建议可选择低GI食物 切放慢进食速度 即可稳定血糖 并控制摄取总量 体重维持 BMI 小于等于24 BMI是指体重指数 即体重千克 除以身高米的平方 理想的体重维持 建议以控制BMI 小于等于24为标准 超过者 可先设定初期 已达成的目标 自身体重的5%到7% 待成功后 会更有信心 挑战下一阶段 更严格的目标 只要能循序渐进 就能有效控制体重 有氧运动 5-3-1运动原则 有效的有氧运动 才有利于调节血糖 许多人总以没时间 作为不运动的借口 建议采取最简而易行的运动 快走 运用5-3-1原则 即每周运动5次 每次30分钟 心跳率达每分钟110下 饭里放入一把 它可治多年糖尿病 在中医看来 高血糖糖尿病 是可以完全控制根治的 根据中医理论 高血糖是 素体应需导致 经络失痕 气血不顺 使得中枢神经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 调节功能紊乱 导致血糖升高 故中医常用 调养的方子来控制血糖 夜兰桥 据本草纲目记载 胃苦 性贫寒 有时肠胃 益气力 需精神 安神 活气血 降气宽肠 润肠 通便 止咳 平喘 抗炎等功效 野兰桥中的微量元素 吸和卢丁 长期摄入除了可以帮助保护血管外 还能帮助身体补息 进而改善高血糖的健康状态 可清除身体自由基 提高人体免疫力 是三高患者的绿色杂粮品 在米饭中加入几勺天然锡 野兰桥茶可有效降低血糖 且吃起来色泽味香 另外喜欢饮茶的朋友可闲暇之余 取一把到杯中泡着喝 好喝又能养生 建议 饮用这个茶调理需要长期坚持 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平时饭后饮用 每天一到两杯即可 平时还要多增加无糖液体的摄入 脱水也会引起血糖的升高 人不管有没有糖尿病 都应多摄入一些无糖液体 水 汤等 当血糖升高时 喝水除了可以冲淡血糖 还可以避免食物的残渣过多堆积体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